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这个万寿庄门派系列的第二张气氛图的浑花流程 希望能给你带来点启发 在找完参考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草图了 这次这个草图画的有点细 首先说一下我的大概想法 主体建筑的整体造型我希望它稍微有一点笼子的感觉 重点要设计的位置都结合了一些不同形状的笼子的元素 主体建筑前面围墙的造型是结合了鹰的翅膀和羽毛的图案来设计的 近景的笼子造型的设计参考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器皿 跟主体建筑中心的元素是统一的 为了有一个呼应 主体建筑中心的墙面是根据笼子的造型设计的 主体建筑后面的山考虑叫百兽山 山上的一些小建筑可以把动物的图形结合上去来设计建筑 让人感觉更有趣味性一些 比如远处这个建筑 我就希望把这个建筑和眼镜蛇的形状结合起来 不过它在远处这张图就能不到它表现了 这会儿我觉得左下角这边的内容不是特别丰富 所以在把光影关系明确了之后呢 我就打算又加一个建筑 现在我觉得主体建筑的小圆顶造型好像稍微有点普通 我就是小调了一下 之后把上一步想要加的内容都加上 主体建筑后面的大英石雕造型也是为了与门派主店建筑上的设计内容相呼应 现在开始就整体丰富环境就可以了 比如说梯田上有拿几种植物 圆的尖的白色的墨绿色的等等 继续细化金领的元素 左下角的建筑上方我结合了一个大的笼子的造型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动物活动 之后呢把圆景的环境也跟上整体的节奏关系 这时候我在边上顺便思考一下这边的规划布局 例如说人大致的行动路线可能涉及的功能分区 像上一个视频中提到的这个区域可能会有一些放牧的地方 放牧需要的地板可能是相对比较平整的 这个硬性功能要求要注意满 我们也可以假设左下角这个建筑是一个药局 里面有不少这种兽医用的是那种提天地之灵气的药材 研磨7749天为神兽双门打造专属的药材 继续细化整体的内容 前面的花笼子的造型 灯笼体田走势 主体建筑的结构等等 整体深入 近景我又加了一个平台的元素 参考的是宠物店我建设的一种拴宠物的平台 应该是宠物店的工作人员把宠物拴在上面之后 给它里巴用的平台 然后这里我把这个荷的造型设计成拴宠物的挂钩 这个平台的想法可以沿用到一些逊兽的区域 总之产生的好的想法要多利用 现在在继续细化主体的建筑 给主体建筑的中心部分又丰富了一些植物 中心的位置也要加一些壁画的元素 如果比较小在概念图上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如果拆分设计之后的这个想法还是用得上 先记住下来 现在主体建筑前面我为了让它更加气派一些 我就又加了两个层次 一是一堆狼的石雕造型阵列的感觉 另外一个是两个高的建筑造型 下方是关了猛兽的笼子 中心造型结合了银头的元素 最后再加一些渲染氛围的元素和人物就可以结束了 方案二的不同景别的造型都有一些修改 内容方面打算在体田上增加一些小的猫头鹰的石雕造型 左下角的建筑造型的轮廓形状 我觉得可以更加强烈一些 可能会更好看 主体建筑的轮廓也改成了弧线的感受 设计中心加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笼子造型 我希望这个笼子的特点辨识度更高一些 如果未来希望看到我更新更多作品的话 那么可以让大家关注一波 这一条 新闻的融合 得出帮助 我提前面的 我提前是有助出了 因为这个 的意思是有助出的